梅西进球了,但是在比赛之后,他的表述引来了很多球迷的关注 我一边给您放您特别想看的比赛机器,一边给您阐述梅西的表述 梅西首先点评本场比赛,他说 我们试图快速移动配合,也就是快速反击 可是委内瑞拉防守更精密,上半场我们有机会扩大比分 下半场对手的防守相对更开放一些 然后记者问道,这是在本土最后一场比赛吗? 意思就是,你是确定这是在阿根廷最后一届世界杯吗? 梅西说,我不知道,我真不知道 我想的是最近的事,比如说对这个阿瓜多尔 6月9月备战世界杯之后,我将不得不重新考虑很多事 不知道过程顺利还是糟糕,但我们希望它们以最好的方式发生 可以肯定的是,世界杯之后,很多事情会发生改变 多过关前后,我在国家队一直都挺开心的 人们向我表达了他们对我的喜爱,我特别感激 一切都顺其自然吧,无论场上还是场外,我都更加的自入了 说到这儿啊,很多球迷基本都猜到了 梅西下台机,俱乐部或者国家队可能都会有一些变化 不过呀,作为C罗球迷的我呀,我真的不想看到梅西这是他最后一届 我还是珍惜完跟C罗再多踢几年 因为你们两个人就是我们的青春 那你们两人被岁月雕琢的面容逐渐展现新多踢几年吧 导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